打开微信 扫码健全与车友大V开启热聊 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一期的商人开队 上一期我们做了一个奔驰S级对比宝马7系 整个选题可是非常的奢靡 所以这一次不得不就做一点接地系的选题了 考虑一下20万左右应该买什么车 在这个价位可以说你的选择是非常的多 但选来选去总有那么几台车是你绕不过去的 其中就咱们这台大众的图院 这个车可以说是非常的全面 确实非常全面 你的钱全都花在了面子上 同样是上汽集团 我这台上汽荣威RX5MAX就比你接地气多了 方方面面的碾压你 什么叫全花在面子上 我们这个车那真正的是有里有面好不好 外面看咱这个车霸气硬了 整个这个线条非常的阳刚 里面看咱这个大灯全系LED 你简直就是秀外汇珠那台车呀 你一个1米6的SUV何来霸气一说 我的车整体尺寸比你大一圈 名字里还有一个MAX 这才是真正的霸气 说到车灯 我也是全系标配LED 而且是G震式LED 这还顶配车型 还有自适应远近光功能 这才叫真正的秀外汇珠 认字吗 知道这是什么吗 车身侧面红红一个B字 那说明什么 那就是霸气侧漏啊朋友们 这钱花的明明白白对不对 你要在车内选装一个B字音响 你不贴在车身外边 那谁知道你选装了是不是 你再看咱这个车尾造型 那也是虚虚实实啊 你以为这个镀铬装饰 它是个装饰 实际上它非常实用 你以为这个排气非常实用 实际上它是个装饰 这说明这个车非常的有内涵 我们也有B 蓝色的NetBlue 什么意思 等一下驾驶的时候再跟你好好聊 还有你一个20万的车搞什么虚虚实实 我劝你还是踏踏实实 装饰归装饰 排气归排气 那说给排气就给排气 一边一个毫不客气 我劝你还是给我客气客气 你看你那车内饰 怎么跟咱这个比 别的不说公论模样啊 你就已经说了 咱这个车内饰造型 明显它是更加的有立体感 而且元素非常多 首先就是这个中控台 它上面是软的 中间就是硬的 而且这个硬的呢 它不是一般的硬 它是这种钢琴漆式的材质 非常的有质感 下面还有这个缝线 非常的细腻 整个这个造型可以说是非常的上凳次 你再看你那个车 你除了块大屏 听你还有啥 这块巨大的屏幕包罗万象 你要啥又啥 这些基于互联网的延伸功能 都是常规操作 还有很多功能 你是听都没有听过的 比如说天眼系统 支持人脸的ID识别 当系统识别了你的面部特征以后 就会开放你个人定制的所有设置 包括座椅的位置啊 空调的温度啊等等 你上了车 它就完全一心一意的为你服务 而且别人还看不到你的隐私信息 另外它可以支持真正的一键启动 只需要踩住刹车 车辆就可以点火 不需要掏钥匙 也不需要按这个启动按键 这才是真正的一键启动 一键你的脸就启动 怎么还整出天眼系统来 你这开车比开房路费劲啊 还隐私 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当糟啊 这车是有多少见不得人的事 能不能像咱们这个车一样 坦坦荡荡啊 没有就是没有啊 但是它该有的 一样咱也不少啊 你就说这个全眼睛仪表啊 咱们车里有 显示那是非常的清晰细腻 同时呢咱们这车还有这个座椅加热啊 还有电子手刹 自动驻车 往上看还有全景天窗 那配置可以说是相当丰富 飞野飞野 你那个最多只能叫液晶材质的仪表盘 我这个才是真正的全液晶仪表盘 全部信息都在这块液晶大屏上 想看啥都可以看到 而且它还能全屏的投射地图 甚至支持一些高端品牌都没有过的 AR增强导航 也就是把实景地图和AR的图标结合在一起的功能 这样的话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会迷路了 妈妈再也不担心迷路了 那你当不担心妈妈坐着不舒服啊 你让妈妈坐坐咱这个车 你看这腿部空间 你看这头部空间 那绝对是一点毛病都没有 而且咱这车的配置高啊 这儿有空调出风口 下面还有USB接口 这儿打开是一个中央扶照 头顶还这么大一个天窗 这儿还有车内色的灯灯 所以说妈妈坐咱这个车 那是既舒心又舒服 再说咱这个车的后备箱 咱虽然没有它大 但是咱比它低 它那个车都要顶到大腿根部了 那拿东西多不方便 氛围灯 就你的一个颜色 只能叫日光灯 我们256色才好意思叫氛围灯 后备箱高怎么了 SUV就是要高大 又高又大 后排空间你就真的别再挣扎了 这台车才是真正的大空间 而且我并没有把坐垫削短 假装自己有一个很好的腿部空间 中央地板也没有大骨包 这边有空调出风口 有两个USB接口 还有你并不具备的空气净化功能 抬头全景天窗 转头BOSE的影响 这边靠背角度可调 就问这两台车 哪一个后排更舒服 BOSE就很厉害嘛 我这个车是B次看到没有 This is true music 你懂不懂音乐 我跟你说我们这个车 讲究的那就是品质 尤其是驾驶品质 大众祖传的EA218 配合这个7速双离合变速箱 它其实还是60度 你别看咱这个变速箱它是干实的 但是整个咱这个调教它行云流水 尤其是这个降挡非常果断 升挡也比较迅速的 整个这个平顺性哪个一点毛病都没有了 所以我跟你们说双离合变速箱调教 你还得看咱们大众 剩下那些车那就是地底 再看我们这台车相同的价格 你买到的是2.0T汽油机 231马力376米的澎湃动力 花小钱办大事的杰出代表 至于变速箱 虽然我们6速双离合比你少了一个档位 但是我们是湿式双离合的结构 众所周知 在长期使用稳定性这一块 相比于你的7速甘式双离合 湿式双离合还是有优势 相当于吃了一颗定心丸 甘式双离合怎么了 知不知道什么叫天干物燥 那说的就是天天开甘式双离合车的人 你就不能太暴躁 你平静一点 你开这个车你就慢慢发现 开车它跟修行一样 慢慢人就没脾气了 而且咱这个车呢 整个这个氛围也非常的舒适 尤其这个悬架正宗德系调教 刚中带柔啊 软中带硬 在保证舒适性的前提下 还能提供一定的厚重感 你再看它那个车 软绵绵的悬架 一点意思都没有 没有意思 你开着车天天修行就有意思吗 20万价位的家用车 最大的意思就应该是舒服 激烈操控下 这台车的侧倾确实要大一些 但是99%的时间内 我们居家过日子 它的表现都是舒舒服服 四平八稳 提到四 我想起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 我的车顶配是四驱 我顶配车型有没有四驱 你顶配卖多少钱 你心里没有数吗 还是20万价位吗 我又回答 况且就算你是全系最顶配 很多我的功能 你也是实现不了的 你就说你这车有什么功能 是我这个车实现不了的 你不信是吧 比如说我能刷连启动 我也行 服不服 可不信吗 我还有语音控制 我能用嘴开天窗 我也能用嘴开天窗 对咱那个嘴你服不服 你这都是垂死挣扎 都属于杂技范畴知道吗 我劝你啊 不要跟新时代的人工智能做斗争 人工智能就了不起啊 那当然了 我跟你说你要有人工智能 那我还有人工呢 对不对 过来来来来 这都是我的摄像 是不是你 你看 你等着 这不是比你人工智能强 你等着 你等着 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心意呢 哎 必须要你心服口服 我 您好办吧 爸爸您辛苦了 你行吗 你走啊 哎呀这是 咱不能输啊 是不是小哥 你说又不是我输 不是 哎呀你这叫一句又没有什么事 对吧你又不吃亏 不是 那个我又不吃亏 是不是 咱的关键你看 是不是 插着一句嘛 怪不得你懂不懂啊 算什么看 咱就是跟他较劲 我跟你说 咱能输吗 你气死我了 你闭嘴了你 我从小给你剪片子 你还不够抱歉 我今天让你见识什么 叫偷废神事啊 喜欢记得分享哦